馬鈴 耶老司機來帶路由來啦 今天來到我旁邊的是這個 麻菇斯泰阿明啦 阿明啊 不是阿呆這個是誰去接下的 為什麼搞一台韓國車啊 有那個風這樣吹到我的耳裡 有人對於韓國車不是很喜歡 你今天就要來挑戰底線 不然這樣 我們現在臨時通告換發他爸爸好不好 其實我之前也常看他影片 就包括他的那個二代嘛 CRV二代 有看有看 去整理 然後幫爸爸換了5.5代CRV 對 沒錯 那爸爸5.5代應該開得很開心 鬆歪歪 因為我給他錢他又不要 那我就給他車 給他錢不要通常是不夠多 天啊 七先生沒有要自主 應該開得很開心啦 你說這台嗎 我說你爸爸 可惡 我是不在乎 可惡 我以為你在幫我抽啦 爸爸真的開得很開心 然後再加上他本來就是本田魂 不管本田今天是6代 7代 8代 9代 他都會買的 你受本田魂的教育的人 怎麼會去買這個咧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想說 爸爸是本田魂 我也要去買一台 結果買回來發現那個HYY的 買到倒板 其實我在看這台之前 我第一個先去試的是CRV6代 其實那時候也是因為受爸爸影響 所以有去看了CRV6 然後看了6代 之後發現木紋我真的不行 喔 木紋喔 對 在我心裡 我會覺得木紋在兩三年之後 就會直接完全不好看了 很像特斯拉會生氣喔 特粉是很多的喔 特斯拉裡面是木紋嗎 對啊 木紋 我之前搭的是沒有耶 木紋可以貼皮啦 其實你搭的沒有有可能是貼掉了 可是我那時候真的沒想那麼多 單純就覺得說 好 那個內裝木紋第一我不喜歡 第二就是我不喜歡螢幕立在那 我後來也有考慮要Mazda 但Mazda很多那個懸浮螢幕也是立在那 我就不是很喜歡 可是那趨勢耶 可是天秤出了都會有自己的審美 所以就會覺得 我的眼睛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不管它今天是什麼牌子 我都沒有要 好啦 介紹一下啦 這台車你買多久 交車多久了 半年左右 喔 那就2024年耶 今年才交車的 年初的時候交的 你開車子開 我大概 幾年啦 我問幾年好了 不要問女孩子年齡 喔 那其實沒有很長耶 你開車車你才三年多 對 三年多左右 我剛看你在停車場移車 感覺不像只有開三年多的 對 就是仰賴科技 你蠻需要那些環景那些東西的 以前開二代不用 二代完全沒有 連倒車影像都沒有嗎 倒車沒有 那你真的是有直打實的去 先開過一次 對對對 然後後來接手這台的時候 其實它一開始太科技 我其實不習慣 然後再加上 因為對於品牌也不是很信任 所以 雖然買了 但沒有很信任 我都還沒開始尿喔 他自己先講的喔 這沒辦法 Sorry 就是視線360度的部分 會不會有 你知道對不了線的東西 可見我跟你講 聽他這樣發言 廠商注意囉 當時應該是沒有什麼優惠啊 沒有沒有 這是我實打實自己 賺錢買來的車 好 那這個 跟我們分享一下吧 你當初 看上它的地方是哪一點 我跟你講 我真的 我還真的沒研究過這台車子 這當初新車的定價 你有記得嗎 128.9萬 它當初有分很多等級嗎 你有印象嗎 它有A B C 那你的是 我是C頂配 喔 所以是最貴的 128是最貴 那最便宜的是多少錢 好像才100出頭而已 所以你這個是有那個小電池的 那個油電款 沒錯 而且還有通風座椅 因為A跟B是沒有通風座椅的 喔 不過當初直接的對手 的確就是CRV 因為CRV也差不多是120左右 那時候去看CRV6代 它就是128 然後沒有360度環境 因為它剛出來 它覺得它自己會賣很好 可見 現在也賣得不錯 我記得現在是排名第三名 很棒很棒 好啦 車頭 我看水箱護照 喔 它這個 這是頭燈嗎 還是這才是頭燈 這才是頭燈 這個是日行燈 好 我知道 這我常講的嘛 中部掉到肚臍 你看人家車頭燈都在那個 那麼高 那你車頭燈就掉到肚臍 喔 這這個意思是不是 對啊 我這常看不習慣 好啦好啦 算了 你喜歡就好 水箱護照 有一點類似這種 電鍍的亮面的那種 金屬的那種材質 而且它是黑色的 因為我其實喜歡黑色的水箱護照 我那時候喜歡它就是因為 它真的跟其他車頭長的不一樣 所以我那時候在看這台的時候 我身邊所有人都說 怎麼那麼醜 天秤座的審美觀嘛 有沒有 就我們自己覺得好看 別人不一定會覺得 而且它連mark 其實都是一樣的材質喔 來看一下側面吧 側面一樣啊 這個也是我們講的 美烤漆材質嘛 我很喜歡它一件事情 因為很多車子在做這塊 其實它不會再多做設計 可是它有多做設計 所以我會覺得說沒有那麼無聊 也沒有真的看起來那麼廉價 而且你真的有認真在看你的車呢 喔 當然 我車一點點石頭 很多攀商我都會知道喔 我以為這節能蓋 它是鋁圈 能把一個鋁圈做像塑膠 也不簡單 幾吋了我看 19吋 235519 真的是19吋 然後它是原廠開 馬吉斯的 哇 這招喔 連馬吉斯都知道了 但是 其實真的馬吉斯 它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是在雨天的時候 會稍微滑一點點 它連這個都 確實會有點飄 你開得出來 開得出來啊 因為 我們阿呆是雨中行車的佼佼者喔 真的假的 你在他面前講雨中行車 你曾經在北二高雨中行車去跟忽然見面嗎 哇 那你很會開耶 我真的是會說 師傅 然後我看後照鏡下面這邊有個鏡頭 所以這個應該也是有配備環景對不對 它不僅是環景 我最喜歡它一點是 它其實可以照到輪胎這一塊 所以我如果在路邊停車的時候 我離旁邊的蹲躲鏡我是看得到的 可是我看它鏡頭沒有這個方向啊 對 很奇怪 我不知道它怎麼照得到 我覺得它一個很特別的 它側邊的摺線他媽有夠多 這樣 然後這邊 這樣 菱形 然後這邊 這樣 石寶顯感染 有夠硬的 你喜歡這摺線 其實我喜歡肌肉線條 你稱這個叫肌肉線條 就是比較運動一點 我覺得它這有一點像那種 鑽石的那種切割的感覺 因為它也是跟它前面大頭層去做互 對啊 有人有腳這樣 所以我看起來會覺得比較雜亂一點 板金師傅看到這車會覺得很討厭 確實 對 所以小心不要撞到 那我有看到你車底行李架 它是黑色烤漆的 對 這是圓圓廠 然後它也有全景天窗 沒錯 你是喜歡天窗的嗎 對對對 所以你是會打開讓太陽光進來的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需要陽光 因為如果天窗沒有打開的話 你會覺得你跟天花板太近 可是如果今天它打開了 它會有延伸感向上 你也會覺得你比較接地氣 比較紮實 這邊有個銀色的飾板 這個是我覺得最麻煩的 你看摸一下就麻煩有指紋 這是唯一這台車比較難洗的地方 來看一下屁股吧 沒有雨刷喔 韓國車偷工撿尿到這種地步 做一個H 如果雨很大有沒有 車主要自己下來插 在這裡啦 它在最下面 藏在裡面你喔 對 它的雨刷是隱藏式的 我剛剛一看說想說 敢玩做罵殼外做雨刷是怎樣 會被罵死啦 原來是藏在裡面 藏在裡面 藏在裡面 然後我每次走在路上看到這個大鋼牙 他們說這是什麼爪子 爪牙 可是我覺得很帥啊 這個我很喜歡 所以它是L的意思是 長軸車 就他們這一代全部都是長軸 所以就加一個L 所以之後就是圖上XL 圖上2XL 依照你的size 對 所以這個是什麼 後霧燈跟倒車燈嗎 這邊是霧燈跟雙黃燈 然後這邊是倒車燈跟雙黃燈 所以它方向燈在這邊 方向燈在這兒 所以這也是大家很不爽的地方 所以它不僅胸部掉到肚臍 它連方向燈都坐在下面 對 這我覺得蠻麻煩的 很多人 很多車友都會去改掉 等一下 我開 你等一下 真的假的 真的 怎麼可能有人這樣坐車 真的啦 有人車這樣坐 真的有耶 我之前在國道上切車道 我切的時候 後面那台車突然開很快 他沒看到我的方向燈 所以他直接在後面這樣 嗶 然後我一開始想說 到底在嗶啊 然後後來想一想 啊 應該是我方向燈太低了 欸 我就可以接受 長姿勢了耶 它真的很低 大家都要花錢在網上趕 所以不是 只有大燈 連方向燈都可以掉到肚臍耶 這個我也看不懂耶 其實 好神奇喔 沒想到我可以疏離 韓國車道這種地步 我真的不知道 阿呆你知道嗎 你應該也不知道吧 他一起疏離了 對 在我們這邊上班 是不准接觸那個東西的 阿呆想要看韓團 都只能回家 偷偷在家裡看 公司的電腦是有檔的 關鍵字 韓那個字一直打不出來 然後你如果進去那個網站 池塵會自動遞出來 好啦 我們既然到後面了 我們就開箱一下你的後車廂 欸 等一下有沒有腳踢 沒有 要選配 2萬8 但是它還有一個功用是 你可以設定你的鑰匙 如果在身上 你靠近後車廂它也會自己開 阿如果我們兩個這樣聊天 它就開了耶 阿如果你在洗車 就會麻煩 那個水就這樣進去 洗到這邊你的車廂就開了 所以其實我就關掉 我直接用手按就好了 對 但我其實車廂 亂的在下面 有藏一些秘密武器是不是 沒有啦 就是洗車的配備 喔 你有在洗車喔 我有在私下會 偶爾會去洗車 真的耶 它是真的有在洗車有水桶啊 然後毛巾布要準備很多條 所以我跟你講 是真的有妹子會洗車 沒有開玩笑 難怪我想說 阿呆為什麼沒事有時候半夜 自己跑去洗車 欸 那你有遇過妹子嗎 原來她就是要去等 看看有沒有這種機會 我跟你講 你只會等到人妻而已 妹子通常都是跟人一起去的 然後我有看到 有兩組記憶電動魚在駕駛座 對 一個是我先生 一個是我 那副駕駛座沒有 副駕駛座沒有 但是有電動椅 然後前面有一個小小的儀表板 真的蠻小的 你看拿iPhone出來比 大概比iPhone大一些 然後它的那個 我看到它有一個蠻特別的 就是它的排檔是用按鈕的 它是按鈕的 然後這邊是通風跟加熱 啊 對 你說只有頂級的通風椅 油電C才有 然後它的中央螢幕呢 其實不大 然後像一個平板一樣 整合在一個平面上面 你覺得它的導航好用嗎 你有在用嗎 還是你都用手機 我都用手機 因為它有那個Apple CarPlay 但是它沒有無線 所以你要用線 所以你會看到 有一把線在上面 對 這就是比較阿札的地方 然後這邊就是無線充電板在這裡 那所以你放在那邊的時候 你就 手機就看不到了對不對 對啊 它這樣放完全看不到手機 你看 手機在這 對 它是放斜斜的 斜到連攝影機都拍不到 這樣 而且它現在不會充電 你要行車它才會充 所以袋束你這樣放著它不充 它不充 它會留給冷氣 留給車子 太酷了吧 這倒是有點麻煩 可是還好啦 你接線還是會充電 然後方向盤設計 我覺得也蠻特別的 雖然是看起來像雙幅式 但其實是四幅 內裝其實還不錯 而且它這邊喇叭 這是喇叭吧 這個不是 它做起來像喇叭 這個是喇叭 然後這是內裝 靠呀 內裝是布啦 有一區是布 它這一條是布啦 我以為這是喇叭啦 這是四板啦 喇叭在這裡 對啦 喇叭在這裡 對啦 你看這裡也是 欸 好聰明喔 用布比較便宜啦 啊 哭啊 就跟家裡裝潢一樣 不要用大理石嘛 就貼一塊布就好了 沒錯沒錯 確實確實 我看一下後座大小好不好 來來來 有後座出風口 後面是兩個Type-A的充電孔 後座空間 以它的開車的姿勢 其實還蠻大的 但如果是我應該就嫌小 你坐坐看啊 坐另一邊看看 你覺得它比起 你爸爸的CRV大還小 我覺得後座差不多 我真心覺得後座差不多 欸 其實蠻大的啊 而且它做了一件事情 我很喜歡 它這邊是凹進去的 視覺上來講 你不會覺得膝蓋被壓迫到 大家就偷一點空間出來 對對對 欸 還不錯 欸 現在這種 1600車要120了 對啊 CRV都1500都120了 現在差不多都要這個錢了 欸 對 那我撞的 7月真的大家開車要小心 不是不是7月吧 隨時開車都要小心 幾月開車都要小心 那個車庫我從以前 開始開車就一路停到現在 結果那天不知道什麼 鬼遮眼 不小心撞到 它跟我報價 1萬 2 1萬3 那這種有需要試開嗎 看你啊 看你 你可以開開看啊 既然你誠心誠意的要求 我就勉為其難的答應你 耶 我們就出去開一間看看 1600cc 渦輪的 然後油電款 幾匹馬力你知道嗎 最大馬力是180 但縱效馬力是240左右 我聽起來好像蠻猛的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山路 我覺得開起來蠻爽的 對不起 這裡也沒山路 對 我現在 我現在在看這裡哪裡 你可以去開南深路啊 南深路的話呢 今天何必約這裡 就約我店裡就好了 我下次就會開去你店裡 好 南深路的部分 大家看我們的影片 好啦 我們出發 出發 GO 隔音意外的還不錯耶 而且如果冷氣真的就是很冷的話 其實就只這樣耶 你的意思是嫌冷氣開太大會吵 冷氣其實會吵 可是那麼小聲就不會冷 它這種低代數用電的時候 其實很難解 可是這樣就會顯得 引擎啟動的時候有點吵 一定會啊 因為它畢竟還是以引擎 為主啊 像它現在在吃引擎 就聽得出來它有差別 跑高速公路的時候 我覺得油耗是比較漂亮的 好 它現在告訴我說 左邊有車子 叫你看一下 然後儀表板也會有那個 好酷耶 會不會因為低頭看這個 然後撞到前面 我覺得剛剛看的時候 我有點忘記看前面了 看得太入神 對 第一次在儀表板看到這個耶 對 它就是用後照鏡的鏡頭去照 我試了蠻多車 很少有坐在這裡 你像Honda啊 或是大字姐以前 那是還有一些車款 他們是設計在這邊 這是盲區的攝影 CR-V6代也是 你如果去試有印象的話 其實你在撥那個 方向燈的時候 它在這邊 這邊會顯示 對 會顯示這個盲區的 這個它會顯示這一區 這邊你自己看 對 它只有一邊而已 所以我就覺得 那時候覺得很小氣 你要就兩邊都坐嘛 但其實我會覺得說 其實這個蠻安全的 因為有時候你不知道有沒有摩托車 鑽到這裡啊 而且你在切的時候 就如果有車子在後面 不管多遠它都會叫 它會讓你知道說 後面現在是有車 你自己看一下距離 嗯 但是我還是覺得坐在這邊有一點 需要低頭是有一點 危險 對 有一點困擾 可能以後抬頭顯示器 可以抬頭在那邊 對啊 就不要坐中間 坐旁邊兩邊 對對對 不過我覺得它的那個 油門的反應還蠻輕快的 然後隨時那個力道踩下去是有的 但我覺得它好處是說 其實不太感受得到 方向盤的那個震動 你像如果你開過CRV2代 你就會覺得其實方向盤震動蠻大 包含你父親的5.5代啊 方向盤的震動應該也都感受得出來 我覺得HONDA5.5代的方向盤比較輕 我的還是稍微重了一點 你的方向盤的重量是可以調整的嗎 欸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這樣已經 我下次要幫你試看看 因為有些如果你調Sport 你的方向盤會變重 Auto Haul 喔 用 所以它Auto Haul就是 你只要一靜止它就鎖起來嘛 因為有些Auto Haul它是說 車輛雖然靜止了 那你必須要把你的剎車踩重一點才啟動 它是踩重一點的 沒有啦 它停住就 真的嗎 可是我都踩 還是我踩太久 你大腳油門大腳剎車喔 我的車會被我開壞有一天 你就盡量抄它嘛 就看看妥勝率好不好囉 它會不會被我笑嘛 真氣點啊 我們就泡菜車 現在車少一點 稍微加速一下 可以喔 喔 但重踩有一點反應小慢耶 對 因為那個線路有稍微調整 什麼意思 我後來有聽一些車友 車友說可以改直通管 就會很舒服 喔 就跟我說 完全就不會有延遲囉 喔 可能是環保啦 對啦 我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它很好玩 它打右轉 它圈圈顯示在右邊 但我還是會想低頭看 而且我發現它的鏡頭好清楚喔 對 它是滿高尺的 很銳利耶 開完這一台之後 再回去開我爸那一台就覺得 我不知道那個畫質是什麼意思 看來你是以後不打算要跟我們 這個轟搭合作 哈哈哈哈 有的時候我覺得 異象感的這種畫質也是很不錯啦 這還滿好的 這話不是這樣講 我教你 我教你 有時候喔 我們並不是說一定要非常清楚 因為你知道本田它本身它引擎已經高科技 省油科技也非常好 妥善率非常高 而且開本田的人技術都非常的棒 像你爸爸一樣 根本不需要這些科技的東西 我們只要大概給它有一個方向它就知道 所以不用那麼銳利 那麼清楚 我們看那麼清楚幹什麼 我們不會撞到嘛 對啊 開本田就是什麼 技術好 對 開車品質好嘛 好 好 好 差不多了 哈哈哈哈 但是它的Sport板我通常除了高速公路 通常是在爬山的時候用 所以其實你不是一上車就把Sport打開 不會不會 我通常是節能為主 爬山的時候用Sport的好處是 你會感覺到車子在爬山的時候 它不會嘶吼 但是方向盤很重 方向盤超重 在跑山的時候 欸好啦 口味渴了 你有沒有什麼口袋名單 你喝甜的嗎 還是你不喝甜的 不不不 那我帶你喝一家 我覺得是永康街很好喝的一家茶店 我跟你講永康街的茶店200多家 它這個都賣什麼 日本觀光客 哦 有名的就對了啦 不太算有名 但是我喝過最好喝的 哦 我喜歡這種 真的是自己的口袋名單 然後不是說那種很有名的 讚讚讚 中最好 然後怎麼走怎麼走 他們家的茶呢 我覺得有一個很棒的地方是 你放四五個小時 它的味道都一樣 不會因為時間 它的茶的苦味色味跑出來 然後他們有賣自己的茶葉 也有自己的茶裝在阿里山 苦澀我是還好 因為我的人生已經夠苦澀了 茶什麼澀都不會比我人生經歷還苦澀 太慘了吧 好喝耶 是不是 還行吧 順口 然後解渴 它不是屬於那種很厚重的 它是淡淡的茶香 而且它是自己泡的 然後我們都會去買兩杯 一杯放冰箱 一杯現在喝 它真的不會變質 你就算帶回去 還是會跟現在口感似一樣 只是沒有冰塊 你有沒有想過有可能 有一種東西叫防煮漆 沒有 開玩笑 開玩笑 沒有啦 開玩笑 因為你一直講說它放很久都不會壞 真的嗎 我想說會不會加了什麼東西 不過蠻好喝的 就是很爽口 然後它剛開的時候我就問老闆娘 他們說就是自己種了一些茶 想說也有個地方可以銷路的話也不錯 所以就來這邊開店 而且我跟你講 通常茶喝下去 怎樣 肚子就餓了 欸 確實 確實耶 我們要去哪裡吃個口袋名單 欸 我是懂吃的 懂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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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看 感覺只有老店可以有機會入你的口 這附近最久的市場是東門市場 東門市場裡面有蠻多家老店 我覺得可以帶你去那邊吃吃看 不是 我去找蛇丸也帶我吃老店 然後我去找洋蔥也帶我去老店 現在阿明嘛 帶我去老店 我先在這邊講 以後下一個YouTuber可不可以帶我去吃那種 分子料理啦 還是那種 法式西式那種比較年輕人在吃的 我是什麼很老的人嗎 是 不是 不是 分子料理你吃下去你會吃寂寞 分子料理是真分子 我通常都去當分母啊 我比較少當分子 我等一下帶你去那一家 是因為我不想給東門丟臉 我們這一定要老店 為什麼 只有老店可以存活 表示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也一定會好吃 好啦 出發 Let's go Albic 全球領先的鋁美合金複合材料車輪製造商 來來來來 這間這麼好 育虹浮魚丸 它自己就是福州魚丸 然後他們家呢 大客的那種 裡面有肉的嗎 有肉有肉 然後湯汁也非常的多 像我自己本身就是直接點魚丸湯 那如果你想要吃一點不一樣的 你可以點綜合或是三色 它就有其他的 燕丸貢丸跟魚丸搭配 你就有不同的口感 那除了湯以外呢 你來這邊都在吃什麼 米粉不錯 我最喜歡吃草的米粉 真的假的 那很可怕耶 我米粉一口下去 我就 你就知道好話而已 對 我就可以斷定 來來來 處理一下 處理一下 特別了 我跟妳講 它這個炒米粉是粗的 你有吃過這種嗎 比較少 外面一般的炒米粉是那種 極細的那種 那咬起來會有一種韌性 香香的 那粗的炒米粉比較少見 我來看一下這個羹好不好 它這個有油蔥酥 然後 糾成它 它的羹是比較白的 然後有蛋黃 沒有那麼勾芡 然後細的這個應該是 豆芽菜 跟筍絲 來吧 要先吃哪一個 我覺得你可以先感受一下 你的這個米粉 它上面有很多的蒜末 然後一樣有這個 應該是肉燥 來 先拌一下 大量的蒜末 而且它這個是短的 它是沒有那種拉很長 對 那我就先剋囉 我以為會很軟 沒有 它其實有點嚼勁 蠻Q的 口感咬起來有點像蒟蒻 但是呢 你嚼個兩三下之後 有那個米香味 然後調味蠻適中的 不會偏鹹 不是 妳吃那麼多 這也不膩喔 我這個人就是 一家飲料店 如果我喝到一個口味 會覺得好 我可以喝三十年 跟我一樣 我娶一個老婆沒換過 等一下不對 那個換了 喂 不是 我說一樣 我們不會換 我以為他有跟我聊次了 他直接給我跳到婚姻 不會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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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換是不是 那請問 維持婚姻這個 不會換的秘訣是什麼 就是 發生任何事情 不要讓他數到三 我從來只會這樣對我兒子耶 沒有搞錯 這不是怕老婆 這是叫做 維持婚姻的生活美滿 可是年輕的時候不可能道歉吧 你是怎麼後來改變變成會道歉的 因為一直換女朋友很累 不是 我剛剛看到他那個菜單裡面 我看到一個燕餃 我就想要吃這個 這看就是手工的 看得出來大小不一定 跟你在那個超級市場買的 那個應該是不一樣的東西吧 超好吃喔 給人家吃啊 怎樣 我還沒吃到魚丸 但我覺得這好吃 那他很嫩啊 不是當你吃多了那種 火鍋店給你的那種 垃圾燕餃 你吃到這種手工燕餃 你真的是深添 那個燕餃裡面的肉 很多都其實不是真的肉 很多的燕餃裡面的肉是 很像熱口的肉 這裡面有加玉米澱粉啊 加什麼的那種 合成的 對化合的肉 真正的那種手工燕餃裡面的肉 是 是真的肉 那個吃起來口感啊 味道 新鮮度差很多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 它的皮啊 脆脆QQ的 我覺得那個口感就 會差很多 然後它的湯啊 不會過鹹 沒有過度的調味 很清爽 嗯 吃起來沒有很多的味精啊 以前我們吃一些 像這樣的小吃店 那個味精都是 一吃一吃在 沒錯沒錯 在拉的 味精是沒有錯的喔 Roger叔叔有說 只是不要吃多這樣而已 好 再來吃一下 欸這是什麼丸 我剛剛忘記看 香菇貢丸 喔 香菇貢丸 一看就知道非常的手工 而且它非常的juicy 香菇味也非常的香嫩 而且它的香菇其實 切得非常碎 所以每一塊肉 都有吸飽香菇的香味 所以家真的 香菇碰碗很厲害 我看到的都是肉 沒有看到香菇 但我咬起來都是香菇的 它香菇其實就跟肉一樣小啊 對 它剁的很澀吧 我現在目前吃起來 它的味道都 不會重 對 顛覆我對小吃店的看法 嗯 如果有機會來吃的話 可以試看看 師傅有說的 就是它的 每一樣東西都是比較 沒有過多調味 包含羹啦 因為我絕對測試上 羹湯的達人 我非常喜歡吃羹類的 所以你平常是吃重鹹的 我是啊 因為我也是重鹹的人 可是他們家我ok 就我覺得還是有味道 有食物的味道在 不過我覺得這是可以訓練的 但是我也是年紀越大 就是越吃越大 沒錯 吃飽喝足了 車也試了 沒錯 東西也吃了 最後呢 這是什麼 也是要一個小禮物啊 刺路總是來的那麼快 還沒有啦 好多啊 這什麼東西 這我們公司的商品啦 首先這個是我們的眼鏡 它是一副 瓶光眼鏡跟一副目鏡 就是我戴的這個 好不好 所以我戴起來會像小絲嗎 不會 你會更漂亮 別這麼說 我現在就要戴 好我看 完了 臉變更小了 糟糕了 小到快不見了 對啊 小到快不見了 可以啦 好不好 這我們的商品 欸來 這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的銀離紙 抗菌除胃噴霧 這要噴哪裡 任何的空間 就是 其實主要是車子啦 你會允許 買臭豆腐 在車上帶回家嗎 如果朋友要吃 我還是會願意 在上市可以吃東西 我跟你講 我曾經有一個朋友 買了一間臭豆腐 上車前就這樣 欸會很臭喔 我想說 拜託 臭豆腐又不是沒聞過 哇一上去 哇臭爛 我以為我在開水溝耶 我再把四個窗戶拉下來 太臭啦 我跟你講這個時候呢 等它離開 這個把它噴下去 銀離紙除臭 非常有用 所以我們有 大罐跟小罐 這個小罐是手榴彈 它這個扣子啊 你一扣下去 它就會一直噴 噴到它死為止 就是你車子真的很臭 你就副駕駛座 你就車子開室內循環 冷氣打開 然後你就扣著 放在副駕駛座的地板 門窗都關上 人離開 然後讓它在裡面 循環20分鐘 它會幫你的 冷氣系統都除臭 重症的時候就用這個去除霧 欸 我覺得你這個味道很有質感 這個味道我們自己調的 這不是套版的 很香耶 因為外面有很多 你知道除臭噴霧就是 不是那麼耐聞 有些 噴完會讓你車上變成KTV的味道 或是像廁所的味道 好啦這個就送給你了 它有銀離紙除臭 還有眼鏡 那今天呢 非常謝謝阿銘 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那沒有意外的話 可能在他們那邊 也會有一支我們的影片 對對對 那也看我如何嫌棄他這一台車子 看能不能把他這一台車勸退 就是不要你開韓國車就對 你要開什麼我都無所謂 最好把你爸也找來一起這樣 我們兩個一起說服你 我突然覺得好像回到國小 六年級的時候 被我爸媽這樣子 連環轟炸的感覺 好啦 那頻道訂閱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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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發意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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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